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时候中年就过去了 怎么样啊 就进入了老年 就寒仪弄孙 仪是什么啊 唐 山东有一种高粱仪是吧 现在因为有巧克力了 高粱仪不值钱了 过去我们有出差山东济南 要买回一堆的高粱仪来送人 寒仪弄孙完了 就老之将至了 老之将至干什么呀 这是怎么练 帽指什么 蝶指什么 老人要你讲 帽 八十岁以上的人 你看他老毛啊 蝶 九十岁以上的人 他老智啊 老来了 人生七十古来兮 我们的古人能活到七十就不错了 他活到八十九十 那就是人锐 冰心先生 我们常乐籍的大作家冰心先生 他活到九十多岁 人家去看他 祝他长寿的时候 他老引用孔子的一句话 说老而不死 视为贼呀 子曰 孔子说的 冒蝶之脸 我是说他含蓄 我这里括弧了 实际上就是寿终正寝 寿终正寝这个成语 在历史上发明这个成语的时候 很对不起在座的女同学 没你们什么事 你们就是活到一百岁 你死了以后都不能寿终正寝 你只能寿终内寝 寿终正寝 只在祖宗的神祖牌位前 庭放 庭龄 就是大厅大堂 供祖宗的地方 女性死了以后 她要放到厅后面去 神祖牌位的后面 内寝 现在当然 已经改变了这个陋席了 我们十个成语 是不是就把一个人的一生 基本上概括了 所以说它是很惊艳的语言 第二节 从工具说起 人的一生 听老师的教诲 毕竟有限 更多的时间 你要靠自学 我希望大家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就是你的案头 或者你的床头 常背一本工具书 这个书在小学的时候 新华字典可以 高中开始至少要有一本 现代汉语词典 小学生是七千多个字 新华字典是八千五百个字 现代汉语词典是五万六千多个条目 05年出版了第四版 到今天一直算最新的版本 就是第四版 从53年开始 现代汉语词典 你们手里至少要有一本 现代汉语词典 如果你们家经济比较富裕 或者你工作以后 希望大家拥有一部池海 池海是三六年就在上海出版了 然后解放以后 有七九年的版 八九年的版 九九年的版 就是建国三十年 四十年 五十年都有 一直到去年 建国六十年 最新的版本 原来的池海是三本 上中下 现在的池海是五本 现在最新版的 2009年版的收入的单字 是17914个单字 这一版比前面一版 比50年版 增加了将近400个新字 尤其是这个版本 它第一次使用了彩印的图片 在这之前全部是黑白的 增加了200多万字 图片有一万六千多幅 还删除了七千多个过时的 比如说文革期间的一些语言 删除掉了 增加了一万多条青池墓 这个五册一共是一千零八十块钱 好好贵哦 所以说我说你们工作以后 那么人的一生 是不断地在学习的一生 上大学之前 高中三年级毕业 在座的同学 一般都可以掌握三千多个字 三千多个字就可以成为作家 就可以写作了 但是 但是 可但是 你要想写好来 一般来说要有四千多个字的基础 才能有别于常人 你才能游刃有余地写作 那么这就是大学毕业以后 你必须拥有四千个字以上 四千多字 才对得起这四年 增加一千字 那么生活中间 是不断地在学字 有时候是学新的字 有时候是对旧的字 加上新的认识 比如说这个相字 相字什么呀 脖子 勉强对正确 准确的时候怎么样啊 后脖子 相字后面脖子的后部 紧才是指脖子 你要记住 头部所有的部位 大部分都有一个蟹字旁 蟹 你们大部分会念叶 一张纸 两张纸的叶 是吧 他同时又念蟹 做头部解释 77年还是78年的语文考卷 有这么一个字 两层意思都搭出来 才能给一分 很多人就不懂得念蟹 很多人不懂得这个蟹 指头部 他只懂得翻译 一张纸 两张纸 那么你看我们的汉字 我们有一个文坛老前辈 叫夏衍 知道夏衍吗 他是文化部的电影局局长 他文革时候 做了十几年的监牢 他放出来以后 老人家非常好学 他出来以后 很快就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中国人特别会搞 他发现这个搞 搞这个动词太厉害了 什么场合都可以用它 他就写了一个文章 我这里面基本上是用他的文章里引用的 再给他加上一些 你看什么不能搞 他发现 从搞卫生开始 搞运动 搞阴谋 搞花样 搞明堂 搞政治 一个搞 搞上去 搞下来 搞科技 搞军事 搞农业 搞教育 搞油水 搞腐败 搞女人 搞来搞去 搞什么名堂 我举一反三 我从夏衍先生说的这个稿子 我发现还有一个动词 吃 同样的 太厉害了 你想想看 打官司是多么难的事情 我让你吃官司 官司都能吃得下去 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吃得下去 所以 这个吃 也是可以 涵盖面很广地使用的 吃饭 吃菜 吃酒 吃醋 吃香 吃亏 吃官司 吃回扣 吃白食 吃豆腐 吃豆腐知道意思 现在的意思 意思外延了 原来是庄子 江浙一带庄子 男人吃女人的豆腐 是不是啊 开一点皮肉上的油水 现在说凭什么男人 开女人的油水 吃女人的豆腐 现在女人照吃男人的豆腐 然后吃不开 吃不透 口吃 黑吃黑 前方吃紧 后方紧吃 这里这个图片 这是一个奇人 他一段时间 就要吃一条活蛇 打死的不行 不吃 要吃活食 吃下去浑身有劲 所以说 中国人 尤其是南方人 尤其是广东人 是吧 什么东西不能吃 那么 我们第三节 就说到字 第一节 从十个成语说起 第二节 说工具书 第三节 说字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叶字 还有的就是 鸡茶的鸡 它也是多音字 起手 而不是鸡手 起手 是中国九大礼仪中间 最重的礼 主要的是指 君 接受成子的跪拜 就叫做起手 起手的礼节 具体是这样子 左手 搭在右手的背上 放到地上 双膝下跪 这就是中国最高的礼仪 如果是军人 是将军 他不要这样子 将军是不能下跪的 将军跪下来的话 他是单膝下跪 然后两个手 放在地上 头是照磕的 那么平常的 最经常的街上见面的 就是坐一 对吧 举个弓 两个手向前一放 就叫坐一 2003年 你们在初中吧 小学 初中 03年的非典 我正好在北京 鲁迅文学院学习 那时候就学了一个礼节 非典完了以后 刚刚完了以后 还是比较谨慎的 见面就不握手了 就坐一 结果这个古老的礼节 还是行不通 现在大家还是握手 那么这就是骑手 项羽有没有摆一个鸿门宴啊 要杀那个刘邦有没有啊 他的军师范真 雅富范真 他举杯为号 他看项羽如果使个眼色给他 他就把这个举杯 把这个酒杯丢到地上去 埋伏着刀扶手上来 就把这个刘邦乱刀砍死掉 可是这个项羽啊 他确实有仁慈之心 他进来 他首先就喜欢上了这个 刘邦就带了一个人 就是杀狗出生的这个房块 这房块长得很伟岸 像那个张飞一样 胡子拉擦的 胸毛连到下腹 不像我们现在的男性 雄性退化是不是啊 胸前没有毛 恨不得贴上两排猪毛 增加雄性 项羽就问这个刘邦说这是谁 他说这是我手下的大将 叫樊快 他说伟丈夫 就命人赤酒于他 快怎么样啊 快败谢 败谢就是起手 但就是我刚才说的 他是军人的起手 然后起站起来 利而隐之 喝完以后 项羽照样不看这个雅夫 不看那个放针 非常欣赏这个房块 连喝酒的动作都这么潇洒 又命令不下 赤字间 字是什么呀 竹字间呢 什么 对 猪蹄吧 猪蹄 这是前腿还是后腿啊 对 前腿你看到没有尖 后腿就没有尖了嘛 是不是 后腿是臀部 所以说是他一个前腿的猪腿 这个房块你不要看似他是土狗出生的 下等人 可是他是很有礼节的 他又站起来 他又站起来 拜谢 起 把这个猪 猪脚 放在他的盾上 拔出短剑 那时候是不能配长剑的 短剑 隔儿 蛋汁 但是那个项羽都看得着迷的 我要吃猪肉的动作都这么好看 所以说 中国的汉字是非常非常的生动活泼的 汉字都是从无到有 人 长大了 把手伸开来就是一个大 大人了 人 长大了要怎么样啊 要成丈夫 要娶妻 夫 人 还要跟天斗 其乐无穷 跟地斗 其乐无穷 跟人斗 其乐无穷 对吧 我们现在的天气这么广长 丽丘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还这么蒙热 这几天还有凡比亚台风 第11号台风 今天还32度 你还想象得到吗 北方来的同学 这个你们的难受是在于 它空气中间的湿度太大 福州的平均空气湿度是65%的水分 下一场雨 昨天今天这个时候的空气里面 至少80%以上是水分 所以说它毛细缺广 毛孔里面的那个水排不出去 浑身都黏黏的 好了 这就是雨天斗的结果 那这个雨天斗是 夫要把这个天穿上去 那现在既然打不过了 我们就给它缩回头 这就是个天字 女人的女也是 女人的女 原来是一个跪着的人形 头上 头发上有一只手 人的手 是这么写法 一只手 手就是右 头发上有一个右字 这表示中国的古人是很野蛮的 游牧部落 是有抢婚字的 看到哪一个女人漂亮了 抢过来就走 就是自己的老婆了 这个羊字也是这么过来的 从无到有 那么这个容易读错的字 有的是练不出来的字 比如说有一年 我去郑州开会 然后到开分去 郑州到开分的路上 至少有两个到三个地方 有用到这个字 地名 这个字念寨 它就通这个寨 冷兵器时代的这个公式 这个寨 路寨 还有脚侠 很多人念成脚鞋 还有圆签一面 很多人念成圆坑一面 还有这个茧 这个是茧 拐脚 博足 它又含着正直的意思 人虽然拐脚 做人很正直 这是念茧字 这也念茧字 清关绪时候 有一个蓝通考出来的撰元 他后来是中国近代史上 很有名的实业家 叫张茧 有没有啊 茧是什么 茧原意是口吃 茧 这个怎么念啊 这就念茧 有个著名的外交家 张茧 初始西域 张茧 初始西域 大家都知道 我刚刚 暑假 八月份 都在新疆行走 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的 采风活动 在北江 在伊犁 在康纳斯湖 就是出那个水怪的那个湖 就是当年张茧 初始西域的地方 他把三十六国 小国都归顺了汉朝 功劳很大 张茧还初始过西南 有个成语叫夜南 自大有没有啊 就是贵州的一个 很小的地方 夜南国的国主 到昆明来见张茧 他问 你们汉朝大 还是我夜南国大 张茧很谦虚 很客气 也很科学 说 这两个地方 不好同日而语 不好相比 你那个巴掌大 怎么比啊 是不是 你如果蔑视他 又不尊重他 所以说夜南自大的成语 由此而来 这就是张茧 在代代相传的这个字 发明中间 汉字从无到有的过程中间 有很多以讹传讹的现象 比如说牛和鱼 你们看 牛 现在的牛字像不像一个鱼啊 鱼骨头是吧 现在的鱼 是不是头上两脚啊 四个体子踩在田里面啊 它不是牛是什么呀 跟田嘛 还有的说 这个牛跟那个一半的半子弄反了 你看看 那个半子像个两个牛角对吧 而这个 现在的这个牛像个半子 它缺了一个角 最典型的就是这个矮和射 矮字 看到没有 一个使 一个尾 使是什么 剑 尾是什么呀 动词 放 放剑 那这是什么字啊 射字 而这个射字才是个矮字 这个人只有一寸高 他不是个矮人是什么啊 诸如都比他高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两个字也弄错了 还有出和千 和这个重 这两个字也弄错了 出 你看看 是两座三螺在一起 何等的沉重啊 而这个重是千里组成的 是出去 出门行千里嘛 对吧 所以说这两个字也弄颠倒了